各位姐家 图里老师 大家下午好 我叫李家豪 祖籍山东 被漂了12年了 然后从住地下室摆地摊 到现在独立创业 那今年疫情的原因 自己给自己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希望在非你莫出的平台 找到一份销售管理的工作 谢谢 这个简历上面形 你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对 我是 如果摆地摊也算的话 我其实创业好多次了 然后18年吧 又自己创业 做现在这个执行国际教育 这个教育是核心内容是什么 核心内容其实就是组织 中国的学生到国外去交流 学习 文化交流 一些游学 夏令营 包括一些留学方面的 主要员工有多少呢 其实员工不多 我们是小团队 十人以内 赚到钱了没有 还可以吧 我们前两年其实做得还不错 我们是一家小公司 但是我在这个行业 做了差不多也快十年了 所以有一些积累吧 有一些资源 然后自己也做了一些整合 现在停摆了吧 现在对 从基本上从春节后就停摆了 也是没有办法 然后员工也都是需要 严压糊口 我也只能先暂时 给他们交流少保 让他们各自再继续 寻觅新的工作机会 那我自己也需要重新思考 重新的做一个定位 然后是沉淀下来学习再就业 还是说是我 就是找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事业部也好 独立的一个部门也好 或者是销售管理工作也好 再起步 然后有机会再把他们带上一起去开拓自己的梦想 但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将来还有可能再创业 把这些人再找回来 我不确定是要不要在这个 就大的公司里创业 还是说是自己独立创业 我现在还要看工作机会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 其实你这次说了求职是被迫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这么说 所以只是因为现在的特殊情况 如果特殊情况一旦过去的话 我很难不相信你会东山再起 这个我觉得我是要对企业负责 我一直在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做事的 我希望把这个事当事业来做 所以我一直有创业的梦想 只不过创业的平台都可以了 在场的只有一个教育的企业 就是松鼠AI了 你是奔着松鼠AI来的吗 其实我只选了立总 当然也要看有幸去加入哪个团队吧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相互了解一下 你以前的创业时候的游学的这些背景资源 有哪些是可以优势转化到 这个新企业当中去的呢 因为我自己其实虽然我是做销售出身 但是我一直在研发产品 我自己也是经常去国外去 去可以碰到这些资源 我自己其实很多新的东西 我一直还在创新 讲一下你在海外都看了什么产品 我也经常到海外看教育产品 你可以讲一讲 之前我们做的产品有很多 就是这两年才做的吧 就是包括去斯坦福的这个人工智能的 这一块的VR技术 包括特斯拉去参观特斯拉 Google 包括去参观当地的加入的一些消防局 警察局 包括一些安全教育 所以其实你只是去看了看对吧 对 这个并不是你的资源 又怎么把这些东西看完的转化到你的产品设计 产品就是我是把它需要加到个产品里面 做一些高端的一些 比方说这个中学生或大学生 需要一些背景提升的项目 我需要加入进去 有不同的相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产品 我觉得不是一再地求它多高端 而是求适合 适合教育是最好的教育 我可以说一下你选我是对的 因为我们跟斯坦福人工智能研究院 已经有四年的合作了 那所以呢 他们的技术的科学家 跟我们在一起开发这些人工智能教育的产品 是的 是 我有看咱们宋水艾的这个网站 包括我有朋友是宋水艾的这个校长 就是加盟的校长 哦 所以你是有为而来是吧 对 我是很想 觉得这个是个趋势吧 我是个趋势 你们俩牵手走好不好 挺好的 我觉得可以了 选手也真是 刚才说了有那么多也有教育板块的企业 你这么一对一这么单聊下去的话 我也想听各位企业家的一些 对教育板块的想法 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 我要薪资其实是 我是希望能够20K加这样子 然后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些工作的绩效 包括甚至是对赌 我觉得我都接受 首先是这个平台 包括这个空间是有 然后我可以 如果能有机会 组员自己团队当然更好了 是这样 谢谢大家